NBA目前为止,也就7人拿下了3万分 现役除了詹姆斯,未来也只有杜兰特有望实现 拿3万分难度大,必须是球队核心 有足够球权,然后巅峰长,进攻稳定输出 打个16年左右才有望实现 也有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让自己跟3万分撞举擦肩而归 今天这三人就是如此 首先是奥尼尔,他的进攻没人去质疑 在篮下如果不包夹,那就等于送分 为了限制奥尼尔,练魔规则也改了 对手恶犯也用了,还是没能阻止他在篮下大杀四方 不过奥尼尔28596分,距离3万分真的很近 如果不是拔球太糟糕,以至于出现了砍杀战术 奥尼尔拿3万分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还有一位就是安东尼,他虽然没正式宣布退役 但是基本处于退役状态 本赛季结束,他大概率就会官宣退役了 安东尼巅峰期一直是联盟顶级的分手 巅峰期场军得分没低于过20分 他拿了28289分,如果不是在雷霆和火箭耽搁了 就按照他生涯数据来分析 3万分对于安东尼是板上钉钉的事 所谓选择大于努力看来很有道理 加盟雷火也是安东尼做过的最错误决定 最后是邓肯,他可是历史第一大前锋 在马次队属于出道就巅峰 他在马次有绝对地位,但是邓肯太无私 即使有无限开火的权利,他还是选择把球分享出去 邓肯地位进攻很强,常年也是20加数据 但是出手次数太少了 19年生涯场军也就14.6次 这出手数跟他超距身份完全不符合 他常规赛是拿下了26496分 但凡他场军有个18次左右出手 按照他生涯50.6%的命中率来看 取得3万分真不是难事 当然了,没有邓肯的牺牲 马次也不会有如今的高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